在叫前吹的八音乐曲开道下 松柏岭寿天宫二玄天上帝 以及曹维岭寿明宫大玄天上帝 陈教来到南投西渊安座 准备进场看电影咯 那寿天宫是 我们台湾玄天上帝的一个 信仰中心主庙嘛 对那我觉得它对南投非常有意义 所以电影公司也愿意说 在南投这边举办一场 非常难得可贵的一个特音会 尤其是有导演还有主演 林一诚周渝明来这边加持 然后更厉害的是说 就是让寿天宫的戴雅宫 还有寿命宫的戴雅宫 就是两尊神明就一起进来里面 跟大家一起看电影 然后这是戏院百年来第一次 然后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 由黄维英指导 周渝明以及林一诚主演的 车顶上的玄天上帝 拍摄期间到南投松柏岭寿天宫取景 将进香活动等宗教文化纳入电影题材 剧主以及发行方也特地在上映之前 到寿天宫举办南投首映记者会 并且在南投戏院举行特映会 我自己觉得我的电影是那种 有点生活历练的人一定会感动 我是觉得40岁以上的人一定是会感动 然后我不晓得年轻观众是怎么样 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受抖音的影响 大家都很喜欢快节奏的东西 这部片里面的人都很努力的 把自己的家庭关系 家里面每一个人的感情维系在一起 对所以也就秉持着这样子的心意心念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合家共赏 然后让彼此都理解彼此的处境 所以整部片看完了之后 我记得那时候在现场已经在刨字幕了 但是所有人都是非常安静的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面 没有交谈 没有掌声 也没有任何声音 反乎就像我一样都在沉浸在自己世界 看完之后你会想要扪心自闻一下 就是像医生说的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很坏 有些东西都看得很细 是不是缺少了一些像这样的一个作品 让你细细的来评委 这一会儿也很高兴 想说请我们钓子 电影与地方宗教文化结合 探讨家庭三代之间的信仰传承 与找回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情感依托 是不可多得的好片 南投县政府以及多位议员 也一起到戏院支持国片 并且也将未来协拍影视的规划 与大家分享 南投很开心欢迎这些影视业者 来南投好山好水好产品的地方来拍摄 南投县政府新闻行政处 一定会决力配合这些影视业者 来对他们的拍摄做最大的协助 南投县对于玄天上帝的这个重视 那也在这边祝福这次的首映活动 能够圆满成功 那在南投县也希望说南投县政府 未来更重视这个影视的一个活动 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借由这部电影 来看看我们南投的美 然后也到我们南投的大庙 我们南投县民间乡的寿天宫 然后来跟我们的全天上帝 一起来共享圣局 是在推广我们的宗教信仰 然后包括我们的包括松柏林 苏林公的这个神威显和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宗教文化 还那么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还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帝阿公的一个灵感 还也可以受到帝阿公的照顾 我们干部跟随 我们跟随进场来干部 神明安坐在西院影厅当中 南投西院也不忘送上了爆米花 以及饮料和上帝爷公分享 与大家坐在一起看电影 活动也正式宣告 获选为2023金马影展开幕片 同时也是第一部 在松柏林寿天宫 近乡起取景的绵度重磅电影 车顶上的玄天上帝 将于11月17日 全台感动现映 记者张东仁 明天乡南投市采访报道